如何擺出慵懶時尚的姿勢 或是透過道具光線來增加畫面的豐富度 而且這些全部都是隨手可得的道具 加上手機就可以完成拍攝的唷 Hi 大家好 我是Sarah 現在大家都只能待在家裡 除了自拍、吸貓之外 好像在IG上面已經變不出什麼其他的花樣了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造福廣大愛拍照的辣粉們 我會教大家如何輕鬆在家中就拍出雜誌封面照 大家應該都有在雜誌上面看過 非常時尚、具有線條感的拍照姿勢 但是這在大家的面前做這些動作實在是太尷尬了 所以現在就是你可以在家好好練習的機會 身體痛也是一個很好的拍攝技巧哦 牙痛 頭痛 頭髮痛 骨質疏鬆 跌倒 手指好好玩 燈太亮 拍完之後把剛剛的畫面轉成黑白 平天再做上次 其實就會很有雜誌的感覺 但如果一直都做動作拍攝的話 很快就會動作窮 這時候你就要加入更多的元素 讓畫面看起來更豐富 這時候你就需要更多的小道具 你可以將這個紙杯的底部原型剪開 然後把手電筒打開的時候就很容易投射出一個集中的光源 也就是Spotlight的效果 畫面的焦點也更容易放在你身上 擺Pose的時候也可以跟影子互動 看起來就會很精緻 第二種方法 你可以將你手機的手電筒打開 夾在腋下 那光源就可以直接從牆壁反射回來 畫面裡面除了有輪廓光之外 也可以營造出不同的氣氛 第三個方法 大家平常都很喜歡去看一些光影展 然後拍一些網美照 但其實這些事情 在家裡就可以做到了 你只需要打開手機的手電筒 然後找一個 表面是有花紋的玻璃杯 將光源照射進去 在牆壁上就會顯現出很多不規則的花紋 前面學完比較基礎的光線還有Pose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學一點進階的 也就是道具 第一個就是我早上早餐的塑膠袋 我們出菜的時候很常會使用前景阻擋這個效果 那當你把這個塑膠袋擺在正確的位置上 很容易就可以創造出朦朧的前景效果 第二個呢就是玻璃紫 當你用手機光線照射它的時候 很容易就可以產生霓虹燈的效果 所以當你需要一種情緒感覺比較重的畫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玻璃紫來產生不一樣的打光 我們是使用手機裡面的Live功能 在拍攝完畢之後可以挑選長目光的照片 那也可以加強迷幻的效果 當然也有一個偷吃腹的方法 你可以去使用修圖軟體裡面的寵庫 除了更簡單更快速之外 也可以去調整它寵庫的位置 那我們今天教學就到這邊 同學們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很棒 那如果用今天的教學方式 拍出很棒的照片的話 記得在IG上面tag我們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開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你要跟我一起 join me 這樣 今天的Cosplay的主題就是唐山杖 應該蠻好看的吧 蠻好看的但是你有個第一人 好看的 好看的 好看的